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斯卡给你球迷吐槽 五十第三分钟 塞罗抱怨裁盘吃到黄牌 下场将停赛 只是葡萄牙已经没有下一场了 梅西塞罗先后被淘汰出局 球迷吐槽 莫巴佩登基 梅罗登基球迷吐槽 塞罗的出生点要拿世界杯换军就是地狱难度的 梅西出生点倒是还行 但是时间点 球迷吐槽 一带人来 一带人去 太阳照常升起 球迷吐槽 一个时代结束了球迷吐槽 梅西 罗哥 四分之一决赛去哪看 你家我家 塞罗 等明天比赛结束 去内马尔加球迷吐槽 输给了时间 也输给了队友球迷吐槽 烈士慕年 壮心不已 他们争了这么久 也累了把球迷吐槽 西甲剑球迷吐槽 梅罗双双把加海球迷吐槽 伪球迷认识的球星 都已经回家了球迷吐槽 C罗 我跟梅老板都商量好了 他走我不留球迷吐槽 绝带双交一起走 谁进八强 谁是狗球迷吐槽 梅西在机场等C罗的球迷吐槽 梅西C罗轮番上头条 在世界杯的时代 结束了球迷吐槽 这两场比赛输掉的是 我们的青春球迷吐槽 四年后 谁也不许缺席球迷吐槽 现在是2022年的卡塔尔多汉 本届世界杯决赛上演 35岁的阿根廷老家 梅西与37岁的葡萄牙老家C罗 将在这里最后一次 向世界杯幻孕发起冲击 阿根廷的梅萨 葡萄牙的格德斯 本次比赛都非常强戏球迷吐槽 梅萨和格德斯半斤八两球迷吐槽 格德斯和梅萨 绝代双胶球迷吐槽 梅西加C罗 一个梅罗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梅萨加格雷罗 另一个梅罗时代开始了 今夜真正发慌的 应该是巴西头牌类马尔 过去四年 他一直被视为足坛王储 只等梅罗老去 就可以接过权杖 他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 姆巴佩会如此生猛地杀了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